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 今天我想要讨论的主题是男人 但是同样的我会在节目 在这个目前时事当中 挑一些新闻出来讨论 第一个佛州州长Ron DeSantis 在就职演说上面打脸拜登的政策 川普既然妥协了 发推文说其中选举会选输 都是因为我们这些保守派 太坚持反堕胎了 英国皇室的叛徒哈利王子 现在突然说要回家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后是最近的网红被捕事件 Andrew Tate 为什么这么多男人追随他的思想跟理念 在我们开始之前请你去我们的网站 lovebi news.com 或是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成为一个会员 我们从来就没有跟Google或YouTube上面的广告 拿到任何的收入 这个频道是100% 由你这个样子的观众来支持的了 我们需要自己的媒体 我们需要真正的使用圣经的角度 来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翻转这个世代 要留你我一起努力 而且坚持 所以请参加我们的会员 还要帮我们按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重要的是分享这个影片 如果你也想要一起抵抗我们的文化价值观 一直被左派侵蚀的话 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欢迎教会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欢迎保守派企业来买我们的广告 我们很需要各位的帮忙 我是Ed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佛州州长 Ron DeSantis 称佛州是个清醒之地 在就职演说上面打脸拜登的政策 上面说佛州州长 Ron DeSantis 在星期二的时候 赞叹这个阳光之州为 Land of Liberty and Land of Sanity 自由之地以及清醒之地 同时也指控在华盛顿的联邦政府 拜登政府 也把他未来几个月 以及几年的计划 全部都在这个宣誓就职点说上面 当天公布 Ron DeSantis 目前被大众认为 很有可能是共和党2024的总统参选人 其中选举赢得超过19点的大胜之后 在佛州的首都Tallahassee 宣誓典礼上面演讲 讲得非常好 是个非常棒的演讲 至少我很喜欢 里面有很多重要 而且必要的政策方向 其中一个是这一段 或许你听起来觉得没什么 但是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然后这个是我的频道 所以我认为的很重要 很短 跟我刚刚说的一样 听起来不像是一个什么革命性的东西 但是这个就是共和党应该要进入2024最重要的目标 如果你要我讨论就是我的政治方向是什么的话 其实就是刚刚那一句 我们要保护的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不是要为了什么川普复仇记忆 不是为了要打败民主党 不是为了什么杀猪拔毛之类的 我想要的是保护家庭保护孩子 这个就是基础的底线 这是共和党应该要讨论的东西 而且如果保守派这个词有任何意义的话 如果保守派是有东西要保守的话 那就应该是这个家庭跟孩子真理事实 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向前走的方向 这不只是一个守护家庭跟孩子 不只是一个正确的平台 正确的理念 还有必要的作为 这还是一个会打赢选战的政治理念 不要再听那些什么软弱的共和党的政治人物 他们讲了一辈子的东西 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在说什么 每个人都只在乎自己的荷包 在乎自己的财富 所以说我们要减税 自由市场 他们认为我们就是一群虚假 没有目标 生命除了赚钱以外 没有任何意义的人 每个人都只在乎金钱 每个人都只在乎自己的生活品质 那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在乎金钱的原因 是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家庭的安全 跟稳固我们的家庭 还有我们的孩子 我们会赚钱 我们会创业 我们会努力工作 都是为了我们的家庭 我们每一个人早上起来的时候 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什么 不会有人起来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 政府减税怎么样怎么样 还有股票怎么样怎么样 如果这是你的话 那你真的要好好检讨一下 认罪悔改 你应该在意的是家庭才对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个父母的话 我们会想的东西绝大多数是小孩 小孩吃什么 有没有睡饱 快不快乐 安不安全 所以在政治层面 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向 如果在政治层面 跟政治方向是保护家庭的 保护小孩的存真 不让学校来洗脑 不让政府信化小孩的话 这个将会是得到所有父母 跟阿公阿嬷的票最好的方式 那说到要保护小孩 我就必须要提到一个人 然后呢 就因为这样子 我等下就会被骂了 我很爱川普 我一直以来也都很支持川普 但是现在 他并不是一个带领保守派浪潮的人 我对他个人的言论 还有声明 最近很失望 那与其我在这边解读 然后被一堆人骂说我背叛他 AI news 假新闻 我们就让他来做自己最会做的事情 就是自己捅自己 他发了True Social上面说 共和党在其中选举不如预期 不是我的错啊 我搞到了233胜20败耶 是因为堕胎问题 太多的共和党人反对了 特别是那些坚决没有例外的那些人 甚至包括强奸跟近亲 或者是威胁母亲生命这些东西 才造成了大量的选票损失 还有那些常年推行反堕胎那些人 明明已经在最高法院 得到他们的愿望了 之后就直接消失了 不见了 外加上Mitch的白痴钱 我不知道怎么念这一段 Mitch Stupid 然后一个$ 所以这个就是川普说的 那这里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在我们还没有讨论这些内容之前 他就是指在那边哭爹喊娘推卸责任 我们要知道就是在政治里面最不应该的 开始一个议题的方式就是 这不是我的错啊 这不只是在政治圈 你跟你老板讲话的时候 就算你想要推卸责任 也不要一开始就说 这不是我的错啊 都是谁谁谁谁 没有人喜欢听你在那边抱怨 然后川普那段言论会让人想就是 这个就是你竞选的策略吗 这就是你竞选的目标吗 你两个月前发布你要当美国总统 原本强硬的那个川普就这样消失了 他发布了竞选声明之后 没有马上开始绕美国各大城市 各大州开始募资 开始造势活动 宣布未来政策攻击民主党 他就自己跑到他的湖海山庄 用他的True Social 然后在Morra Lago那个地方开同性链趴 然后卖他的网路放球卡 推卸责任 炒冷饭 这个让他看起来第一个真的是很弱 那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 把这个责任推到支持生命的人这些身上 Pro-life这些人身上 这就是共和党建制派最常做的事情 在这边川普说的就是一个 比较直接的共和党建制派一贯的作风 每一次共和党选举只要一选输 共和党就马上开始讲说 都是因为太多人太极端啦 都是我们要求太高啦 都是我们太坚持我们的理念啦 其实我们其他的都不要讲就好了 我们只要专注于减税 减税减税再减税 都是那些什么反同婚的那些人的错 都是那些什么反堕胎的那些人错 都是那些基督徒 都是那些保守派 他们都自以为义 自以为站在什么这个道德的高塔 对不对 我们不要讨论那些 OK 我们只要减税就好啦 对不对 小孩谋杀 干你们什么事啊 又不是你的小孩 又不是你的生命 这样子做 对吗 川普在他的竞选宣言的时候 他说的是什么东西 他说都是因为我提名这些最高法院的法官 所以才可以推翻Roll v. Wade的 OK 那些都是我的功劳 我这边讲的是川普 我的成就 我成就了你们这些支持生命的人 这个我完全同意 OK 推翻Roll v. Wade Dob Decision 是川普名流千石的功劳 如果不是川普 若是希拉蕊赢得2016的话 那现在最高法院就会有三个左派的大法官 然后Roll v. Wade就会永远存在了 所以推翻堕胎这个东西 不但是他的功劳 还是他最重要的功劳 而且还是少数川普留存的功劳 OK 之前川普做的所有成就 Joe Biden上任5秒钟之后就全部推翻了 美国军人死在阿富汗 OK 边境高墙停工 非法移民爆满 Keystone Pipeline停工 重新注资联合国 重新注资WHO 军队变得落后 然后一堆武器丢在阿富汗 被塔利班偷走 中东又开始乱 欧洲战争爆发 川普政权唯一在美国历史上留下来的 就是推翻了Roll v. Wade 就算我们还有这样子像说 我们这么邪恶的加州还在杀婴儿 但是至少全美国有每年都还有成千上万的婴儿的生命被拯救 所以他应该是要高举这个成就 结果没有 他反而过来怪我们这些支持生命的人 而且还不是指控某些政客 是说Republicans 所有这次投票给共和党的人 这些人太支持生命了 所以才会输掉选举 就连强奸乱伦 母亲的生命受威胁都不接受 这也是我们讲到堕胎的时候常常被攻击的模式 你看我们每次讲到堕胎底下面留言就知道了 那我来这边帮各位回答一下 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这些例外 因为这些例外在道德层面上是无法贯通的 接受那些只是造成破口 而且没有任何的意义 反对堕胎只有一个原因 我不管那个人是怎么怀孕的 我不管那个人的经济状况是什么样子 我不管那个人几岁是不是还在上学 或者是那个小孩的周期 然后让那个女的怀孕的是什么样的人 这些都不管 说穿了 反堕胎就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那个小孩是一个人类 然后刻意的杀死一个人类的小孩是谋杀 也就是说堕胎是在谋杀小孩 这就是反堕胎的唯一理由 而且这个理由很真实 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有吵过架的人就知道 如果你吵架的理由很好的话 你不需要有其他的理由 在科学层面上的话 这就是一个人类的婴儿 你刻意杀死她的话 你就是在谋杀 然后我们反对谋杀小孩 我们反对谋杀小孩 当你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反堕胎的时候 那些什么例外啊 例如啊 如果啊 都是没有必要的 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没有人可以说 我反对谋杀小孩 除非什么什么什么 除非什么 有些东西是绝对的 没有除非 除外 但是 如果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就跟就是 跟耶稣爱你一样的真理 如果 如果 堕胎就是在谋杀小孩的话 那就没有任何的情况是 例外可以 可以堕胎的 因为 不可能有任何情况 谋杀小孩是有道德的 除非你认为 堕胎不是在谋杀小孩 那就没有任何理由来去反对堕胎 不是谋杀的话就跟你在剪头发 剪指甲一样 把身体内不需要的东西除掉 只有这两个观点而已 这个不是什么 AI News太极端 Ethan太死板 无法变通 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只是我们在道德上 还有在理论上 维持一致的真理而已 因为 如果我们在道德层面 智慧层面没有一致的话 那我们整个理论就一定会崩溃 这不是一个什么 道德层面的心理测验 好像我在这边说 我比你们都还要有道德 都还要坚持原则 而是 如果我们 这个都不坚持的话 那我们的论点 道德观就全部都会崩溃 所以有例外的 但是 如果 不管你用什么模式来合理化堕胎 都是不可能的 很多那些什么 我觉得前三个月 前四个月 或是什么 在心跳出现之前 等等可以堕胎的那种人 如果 但是 除非 那些人全部都是假冒伪善的 他们没办法去辩论 他们最终都会妥协 最后都会 agree to disagree 最后就是被说服 很多那种 moderate 反堕胎那种说 堕胎就是在杀婴儿 所以我反对堕胎 然后别人就会问说 那如果是被抢奸呢 那如果乱伦呢 除了那些以外 除了那些以外 那些少数的以外 所以 在某些情况下 是可以谋杀小孩的 也就是说 有些小孩 是可以被谋杀的 那么为什么 其他小孩不能被谋杀呢 为什么其他小孩不能被剁掉呢 所以当我们的原则是可以被左右 当我们的真理是可以被扭曲了 我们就输了 有很多议题是必须要坚硬 必须要捍卫的 例如家庭 例如孩子的生命 说到保护家庭 保护孩子的生命 维持家庭 还有这些虚假的政治人物 党派的贵族 在他们推卸责任 还嘲笑宪法 然后躲着媒体 最近有一个皇室成员 发生了 现在 请会拉小提琴的人 拿出你们小提琴出来 可以开始拉 更加与主接近 或是更悲催的歌 OK 越难过越好 来伴奏这一段 OK 我不装了 就是哈利王子 他最近过得非常难过 他非常受伤 哈利王子过去这几年 花了很多时间 很多金钱 来攻击他的家庭 他的皇室 OK 而且是越公开的攻击越好 越让全世界的美光灯照着他越好 当他的阿公阿嬷都去世的时候 全部的人都在难过的时候 整个因果在吊念这两位皇室成员的时候 他一天到晚到处说 他跟他阿公其实很坏 他会秃头都是阿公造成的 他哥秃头也是他阿公造成的 他阿嬷心机很重 心眼坏 OK 种族歧视 到处在那边哭爹喊娘的 说他只希望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需要一点隐私 然后天天上电视 天天接受访问 拍Netflix special OK 他现在 他说他很难过 因为 他说他的家人对他不好 他没有必须在这一样的 漏洞和栽培 我想一个家庭 不是一个社会 他们感觉是比较好 要保持我们 作为敌人 他们没有必须在处理 我希望把父亲回来 我希望把父亲回来 这个 显得就是 慫到一个不OK 这可以告诉所有的人 就是那整个什么 美根阿 Harry阿 那些 纪录片 访问阿 他们的人生有多么的虚假 充满了多少的谎言 他们一直在那边说 能不能离我远一点 OK 我们 我们憎恨记者 我们讨厌媒体 媒体都 都好不公平 我们必须要离开英国 因为我们每天都被美光灯照的 每一个人都拿着放大镜 来看我跟我的家人 所以呢 我们要做什么 OK 当我有了隐私的之后 当我们有了自由的之后 OK 当我们自由了 跟皇室没有关系了 我就要上电视 拍影集 上Opera 上Guardian 出书 然后呢 我们要在电视上 卖我们的书 整个就是 好幼稚 好虚假 就是 如果你的人生过得很糟糕 如果你的人生不断的有问题 工作不顺 心情不好 夫妻关系很糟糕 到处都是错误 小孩跟你的关系也不好 或许问题不是出在别人身上 或许你要怪的不是阿公阿嬷 或许不是其他人 而是你每天照镜子的时候 跟你对看的那个人 或许你要转向自己 看自己是不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或许自己就是那个问题 这个也是我很需要做的事情 我几乎没有朋友 我很孤僻 但是我知道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我 没有特别喜欢交朋友 我讨厌跟人聊天 所以说 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 那我就要想办法去改进我的人生 那就像我认为共和党的问题也是这个样子 不要在那边说什么 都是这个族群怎样啊 都是输掉选举啊 都是保守派的错啊 是因为这个啊那个啊 或许就是因为共和党真的是很烂 真的是很糟糕 但是没有 共和党的人都只会怪东怪西 怪到什么自由联盟啊 America first啊 还有像那种反堕胎的保守派 好啦 讨论完这个大概是史上最不负责任 最懦弱的男人之后 我们来讨论一下一个比较好的男人 上个星期我的影片是有关于这个 Andrew Tate 最近他被关了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想要讨论一下 为什么他这么吸引人 为什么这么多的年轻的男人 愿意追随他跟他的思想 这个是他之前接受Tucker Carlson的访问的片段 - What your message is to young men? - Yeah, so I think that being a man is very very difficult - I think that men's issues are largely overlooked - A lot of young men growing up today that feel very disaffected - They feel invisible - The agendas that are being forced down their throats - Are not agendas they align with - Or they feel affinity to - Or agendas they want - And I basically just say to men - Look, it's a very hard life - You're going to need to get up - Work hard - Go to the gym - Strong body is a strong mind - You're going to have to reject - Listening blindly to everything you're told - Reject the slave mind - Think for yourself - Get a strong network of brothers - Work aside them - Don't tolerate low quality people in your life - Which means don't tolerate men - Who just smoke drugs and play video games - And try and build and create a reality full of high quality people - In which you can resist the programming - That means that the Matrix tries to influence you with - And grow up truly happy - 多棒 - 我完全同意 - 當一個男人就是應該這個樣子 - 男人要了解人生 - 是很困難的 - 我們要努力 - 我們要去認真的去做每一件事情 - 才可以得到快樂 - 光是有這個樣子的想法 - 他就被封殺了 - OK? 現在就被關監獄了 - 因為我們的世代想要創造出一堆 - 懦弱的男人 - 跟Prince Harry一樣那樣子的男人 - 但是Andrew Tate - 對於男子氣概的解決方式是錯誤的 - 他對於男子氣概的思想是錯誤的 - 他有些很有道理 - 很正確的這個想法 - 什麼去運動啊 - 去健身房啊 - 有強壯的體魄 - 努力的賺錢 - 工作 - 有正能量的朋友 - 有正面的能量 - 但是他同時也是說什麼 - 到處跟女人上床是好的 - 那個也是男子氣概 - 然後說什麼 - 真正的男人就是賺一堆錢 - 然後買一堆跑車 - 例如這是他的推文 - 成績思汗有無數的女人 - 以及兩百多個小孩 - 這是他爭戰的獎賞 - 我是在這個星球上被搜尋最多次的男人 - 我征服了地球 - 我是這個星球上有最高地位的男人 - 女人不期待我對他們忠誠 - 他們只期待那些弱小的男人的忠誠 - 那這個不是男子氣概 - 這個是在那邊 - 男子氣概不是在那邊狂妄自大說 - 我是地位最高的男人 - 會這樣說的是因為它是一個不安全感 - 並不是一個力量 - 任何一個人想要或者是需要在社交媒體上 - 在那邊說自己多偉大 - 自己過多好多快樂的時候 - 基本上都是一個對自我 - 對自己自我認知不安全的一個行為 - 因為沒有人會去 - 沒有一個很有地位的人會去認為說 - 自己有必要在推銷自己的必要 - 另外 Andrew Tay推行的就是 - 忠誠 - 是給那些弱小的男人的 - Lesser men - 這個是PUA - OK? - Pick up artist - 最錯誤的地方 - 我知道 - 因為我曾經就是一個到處亂玩的人 - 我在做PUA的時候有一個術語 - 叫做preselection - 就是女人會喜歡很多女人喜歡的男人 - 因為這個男人是其他女人認可的 - 所以說女人就會覺得是安全的 - 聽起來好像是有這麼一回事 - 但是我可以百分之一百的篤定 - 在我認識耶穌之前 - 你不會想要讓你的女兒認識我 - 事實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不忠誠 - 任何男人都可以到處去亂跟女人睡覺 - 然後拋棄那些女人 - 特別是有一點錢的男人 - 甚至沒有錢的男人也可以花一點點錢 - 去找那種比較低等的妓女 - 不忠誠是一個非常容易 - 而且大家都做得到的事情 - 不忠誠一點都不稀奇 - 一點都不特別 - 而且跟男子氣概一點關係都沒有 - 真正的男子氣概是一個男人 - 忠誠的單一的愛他的家庭 - 愛他的老婆 - 為他的家庭付出 - 這不但是一個更艱難的道路 - 而且是一個男人得到快樂的道路 - 聚集以上兩點 - 忠誠跟謙虛 - 一個身為一個男人的男子氣概的表彰 - 但是這兩個剛好都是 - Andrew Tate 堅決反對的 - 也就是說 - 雖然他說的東西很容易被年輕男人接受 - 年輕的男生接受 - 可以帶領很多的男生變得比較有自信 - 但是最後他這些想法 - 還是會把這些男生帶回原地 - 充滿困惑 - 永無止盡的孤單 - 而且被不快樂 - 被難過捆綁 - 但是我想要探討的 - 並不是 Andrew Tate 說的內容 - 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 - 而是為什麼他的資訊 - 他的想法在男生裡面 - 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 這些是左派永遠無法理解的東西 - 它不是第一個 - 我以前就立志要把妹的時候 - 就有讀過 Neil Strauss 還有 Mystery - 各式各樣的把妹書籍 - 那我想說的是 - 我們社會裡面 - 有任何對於男人 - 男子氣概有幫助的聲音出現的時候 - 我們的社會就會動員 - 所有的力量 - 來封殺殲滅那個樣子的聲音 - 任何幫助男人的聲音都必須被消滅 - 特別是在華人圈 - 馬上就會被冠上個什麼 - 大男人主義 - 控制狂 - 沒有安全感 - 不開放 - 任何幫助男人更有自信的聲音 - 就一定會被封鎖 - 男人被教育成是壞掉的女人 - 給男人的建議永遠都是 - 男人要當跟韓劇的男主角一樣 - 對女人百依百順 - 然後同時要是富二代 - 還要會做菜 - 還要會做家事 - 上班就是每天在那邊開會增加產 - 然後女人打電話的時候就馬上到 - 做了讓女人不開心的事情 - 就要跪在那邊淋雨 - 零三個小時 - 除了一個情況以外 - 就是這個男人到處說這個男人很壞 - 然後男子膝蓋很不好 - 我們不應該當個男人 - 不應該像個男人 - 我們應該變成這個樣子 -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 這個社會就會給他無限的鼓勵 - 然後給他一個新好男人的PhD - 博士學位 - 就連教會的教導也常常是這個樣子 - 不覺得教會常常把耶穌塑造成一個弱不經風 - 沒有原則 - 只會到處醫治人 - 然後什麼都原諒的人嗎? - 我們的社會是在攻擊男子氣概的 - 我們的社會是想要把男人變成女人的 - 這就是為什麼像Andrew Tate這個樣子的人 - 會這麼容易被現在的男生接受 - 因為他在跟男生講話 - 他傳達一些男人的天性 - 男人對於自己的期待以及渴望 - 而且他在跟男人說 - 你要當一個男人 - 當男人不是錯 - 然後我們的社會只剩下這個樣子的聲音 - 男生就會開始往那個方向走 - 願意聽他的話 - 願意聽他的建議 - 然後接受他的思想 - 外加上很大一部分的男人 - 是在單親家庭長大的 - 從小沒有父親的形象在他生命裡 - 我就是其中之一 - 很多家庭就算有父親在裡面 - 在家裡 - 但是在心靈層面 - 在情緒層面 - 在信仰層面 - 都是缺乏的 - 很多父親在家裡的時候 - 只是跟一個家具一樣的 - 在那邊擺著 - 所以男孩不知道什麼是個男人 - 不知道什麼是男子氣概 - 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想要保護人 - 還有說多餘的精力 - 自己的野心跟自己的抱負 - 在學校裡面在社會上 - 我們被說我們不要有野心 - 不要想著往上爬 - 我們要變得跟好的那些女員工一樣 - 努力工作就好 - 然後聽老闆人就好 - 就在這個時候 - 像Andrew Tate這個樣子的人出現 - 然後說 - 不是的 - 當一個男人很棒 - 當一個男人非常好 - 男人有男人的堅持 - 要做一個強壯 - 要做一個有男子氣概的男人 - 那男生聽到這個樣子的訊息 - 都會非常認同 - 因為另外一個選擇 - 就是當一個娘炮 - 太糟糕了 - 那我們要對於 - Andrew Tate這個樣子的人的看法 - 是什麼 - 我們絕對不是要封殺他 - 不是攻擊他的追隨者 - 而是說 - 對 - 男人很好 - 有男子氣概很棒 - 然後我們還要加上 - 更好的對於男子氣概的解釋 - 當一個好男人應該有什麼樣的行為 - 男子氣概要代表責任 - 忠誠謙虛 - 要如何使用自己的天性 - 自己的野心 - 因為這些就是男生在尋找的 - 男孩在尋找的 - 他們在尋找人生的方向 - 以及人生的意義 - 如果你沒有更好的建議的話 - 那你還不如讓這些男生 - 繼續聽Andrew Tate這個樣子的人 - 不要再壓制男孩 - 讓他們變得跟女孩一樣了 - 我們應該跟男人說的話 - 我們應該跟男孩的教導是 - 這也是到時候我生兒子的時候 - 我會教導他的東西 - 就是一個男人有一個非常高尚的存在意義 - 就是要Protect - 守護 - 以及Provide - 給予 - 這是一個男人獨特的使命 - 而且是神創造男人的原因 - 男人是神創造出來的守護者跟供應者 - 這是每個男人的使命 - 沒有例外 - 任何男人如果不是守護者或是供應者的話 - 她就會失去方向 - 她的人生就會崩潰 - 因為她會是一個沒有用的男人 - 而男人最害怕的東西 - 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 就是當一個沒有用的男人 - 事實就是 - 男人的自殺率正在大幅提高 - 年輕男人也是在提高 - 而且幾乎每一個都是因為他們認為 - 他們自己一無是處 - 不管是失去工作 - 失戀 - 破產 - 或是當他們不是守護者跟供應者的時候 - 他們得不到快樂 - 而且會失去活著的意義 - 這個就是男人存在的意義 - 絕大多數的男人可以找到這個樣子的意義 - 透過婚姻跟家庭 - 成為一個父親或是丈夫 - 並不是每個人都是這個樣子 - 都必須走這條路 - 有些男的他們有單身的恩賜 - 他們的呼召是往其他的方向的 - 但是每一個男人的呼召都是超越自己的 - 超越自己的欲望 - 超越自己的自戀 - 沒有一個男人的呼召是待在家裡 - 滿足自己的欲望 - 到處遊蕩 - 然後尋找下一個自己的欲望是什麼 - 沒有任何男人可以在那個樣子的生活當中得到快樂 - 但是現在有很多男人是過這個樣子的人生 - 因為沒有人教導這些男人他們的使命 - 因為我們的社會禁止男人的天性 - 男人的野心 - 禁止男人當一個守護者跟供應者 - 我們的文化在告訴我們的男人 - 我們不應該要有任何的責任 - 我們不應該要有一個思想突破 - 我們的性別應該要跟女人一樣 - 然後告訴男人說 - 這個是自由 - 是在幫助女人的權利 - 但是這個自由就像一個人在沙漠當中 - 你把他的指南針跟地圖都拿走 - 給他一堆水 - 然後說自由啦 - 你就在這裡到處亂跑 - 然後沒有目的地亂跑吧 - 然後呢 - 就死在這個沙漠裡 - 這個絕對不是自由 - 而是絕望 - 剛好這兩個東西就是現在社會 - 不斷拉扯的東西 - 自由跟絕望 - 所以說當Andrew Tate - 這樣子的人出現的時候 - 一堆男人在沙漠裡看到了 - 那個人手上有個指南針 - 那個人有地圖 - 然後所有的人跟著他 - 很奇怪嗎 - 可能他的地圖上充滿著錯誤 - 可能他的指南針指的是北北溪 - 但是至少比什麼都沒有好吧 - 因為跟著他 - 就算他只是在原地繞圈圈而已 - 也比一個人無腦的死在沙漠裡 - 在沙漠裡等死好 - 所以我們不能把Andrew Tate - 這個樣子的聲音封鎖之後 - 然後什麼都不做 - 什麼都不說 - 跟我們的男人什麼都不講 - 因為這個就是 - 把他們唯一的地圖跟指南針拿走 - 讓他們在沙漠裡面 - 而且我們已經放棄我們的男人 - 男孩太久了 - 我不敢相信我講了這麼多 - 但是 - 我對於這個是很有心的 - 我曾經就是一個沒有方向的男人 - 就跟我剛剛說的一樣 - 單親家庭 - 我從小沒有父親的榜樣 - 我為了把妹 - 交女朋友 - 性愛 - 我當過左派 - 我當過PUA - 我也有一度 - 追隨類似Andrew Tate這個樣子的人 - 所以我想要改變這個東西 - 還有就是 - 我認為現在的男人太弱了 - 我是因為知道某件事情 - 我整個人生破碎 - 回到教會 - 跟隨耶穌 - 親自的自己去讀聖經 - 我在聖經裡面找到了一個 - 身為男人的方向 - 還有男子氣概到底是什麼 - 而且我真的很想要分享給更多的男人 - 這個改變我的人生的看見 - 所以只要參加我們的會員 - 就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裡面 - 我們有一個好男人培訓班 - 說是培訓班 - 但其實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男人 - 一起分享自己的成長經過 - 還有如何一起變成更好的男人 - 為什麼一定要參加會員才可以參加呢 - 原因就是因為 - 這是需要有一個共同價值觀的人才可以了解的 - 這個共同價值觀就是聖經的真理 - 所以節目的最後我再度邀請大家 - 參加我們的會員 - 如果你是個男人 - 不管你幾歲 - 我們都邀請你跟我們一起 - 做一個聖經當中的好男人 - 感謝大家收看 - 我是Eaton - 更多美國情報 - 請持續關注AI News - 工作人員